赫列尔斯安平家族 关注情绪力量 肌肤勇敢发光 女性总是共有情绪的 在大众的认知和现实里 谈论起女性情绪 人们习惯谈论 失控 任性 无用 而我们本该关注的是 表达的自由 个性的寻找 内心的力量 今天我们找到了 三位有情绪的她 和四位视角不同 立场不同的情绪陪伴着 一起为情绪证明 每一种情绪都要被倾听 每一种态度都要被看见 她用情绪了解自己 也用情绪和世界对抗 所以她有情绪又怎样 本节目由赫列尔斯独家冠名 一起去见情绪里的光 本节目由新事项 芒果TV大芒计划联合推出 又来咯 又来到新事项了 是的 又可以跟老师一起聊天 太开心了 真的 好开心 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是情绪 那情绪有正面情绪 跟负面情绪 到底什么是负面情绪 基本上说负面的话 是说让人感觉不愉快的 经常是由坏事引起的 但是情绪的话 其实我们需要把它 跟情感分开来 比如说情感或者说感受 是你真的能够感到的 比如说你身体感到乏力 对吧 或者是心跳加快 但是情绪 你觉得你自己现在心跳加快 然后的话 血液往全身的四肢去压 但是你觉得 那可能是愤怒 我想跟人打架 但其实不一定 也可能是你害怕 你想逃跑 但是这个时候是 你自己来给它 贴了一个标签 你对情绪怎么看 它就是什么 是认知改变了情绪本身 我懂了 情绪可能只是一种 你对于你身体 所有的变化的一种感应 是 对 你贴了不同的标签之后 它就会给你带来 不同的后果 还是要了解自己 今天我们要认识新的嘉宾 是 叫做看亲子 还有一个好友 老师认识吗 其实我最早知道 它真的是通过中益 中益节目 一个谈恋爱的中益节目 赵老师觉得呢 我就感觉它很漂亮 然后演绎的也是很不错的 但是我对它的情绪 或者是背景 其实故事很不了解 我之前也有跟它一起去 南座柜子活动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漂亮 又很真实的小女孩 所以今天会跟我们分享 很多有关于它情绪的 种种的故事 我其实也很好奇 我也很期待 对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新的故事 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 我是很愤怒的 为什么 我是一个情绪很丰富的人 但是从三十岁那年开始 我已经 不会再把我的所有的情绪 和我的火发出来了 我的梦想就是可以有很漂亮的俗户 可以穿吊带裙然后出门 可以因为我的美图上一次热搜 对 但是现实就是媒体拍到都是我发胖 然后就热搜了 前段时间我上了一个热搜是关于减肥的 然后这个热搜其实是一块点心帮我上的 因为我那天工作完已经很晚了很累 然后我就在吃一个点心 就是我刚刚咬了一口的时候 突然就收到了我经纪人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就是关于让我减肥的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因为你身材的原因 然后很多衣服 很多造型在我身上都实现不了 但他很瘦 就是因为那个点心 就是在微博上就炸出了很多的问题 就像女明星的身材管理 普通女孩高矮胖瘦 吃多吃少这些事情嘛 就特别的难过 然后剩下的那个半块点心 我到最后也没有吃下去 我是那种一胖体质 身材比例各方面股价什么的 也都不是很优 所以我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够达到别人轻而易举的那种美丽 比如我们经常参加活动或什么 这穿的衣服都很紧身 然后我要是吃一点就会有肚子 所以都不能吃 就只能是在活动之后再吃一点 好 参加训练课程中 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减制吧 健康吧我觉得 以健康为主吧 真好 对对对对 这个是大方向 还能在你面前说的没有 对对对对 实际上你对我可不是这么说的 实际上你就是给我收 做这些改变对你来说多重要 0到10 10 5吧 职业的角度上来说它确实是很重要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 它其实只有一半的重要性 我觉得人活着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我很想做一个快乐的胖子 可是你喝水都会胖 你觉得你现在的压力程度如何 按理说应该是理解它为10 对 但是我一般可以把它排解为0 那这个我怎么判断 那就写个10吧 好的好的 最开始的时候是愤怒的 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 我是很愤怒的 比如说就是工作人员很久没有见我了 然后但是我已经捡了好多天肥了 然后他们又见到我的时候说 你怎么还这么胖 因为一点都没有那什么 就觉得自己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然后就是大家也没有看到 但其实我已经在努力地减肥了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上镜显胖的 对 上镜显胖 我已经接受自己这个现实 那不行 就是我可以不逼它 但是这个行业没办法 对 不行 就是 它在这个行业里 你就没办法不去遵守 行业对女明星的这个规则 这女艺人其实是这样的 女艺人要面对镜头 要对自己的镜头负责 要对团队负责 你优秀团队才会优秀 那你不减下肥 别人怎么工作呢 就是其实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是理解的 因为女人30岁之后 其实是很难控制自己的体重的 对 所以我自己要更加地注意 但有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 是不是有的人 也可以稍微理解我一下 这个片子从头到尾 就来说女艺人 这个真的女艺人的身材要求这么高吗 的确是这样子 就是我接触的艺人里面 如果你真实看她 是合适的 上镜一定胖的 但是就像 秦子 看起来其实不胖的 对 但其实生活中一定看她本人是非常瘦的 上镜才觉得略微合适 因为我直播间也经过很多的 就是嘉宾 真的本人看就会觉得 哇 你多吃一点 现在女明星来我直播间 我会让他们准备很多吃的 因为他们经纪人 肯定会控制他们 在平时的时候不准吃 上了我直播间 我说了算 经纪人不准吃 我端上来 吃 对 她的这个压力的话 主要来自于她的经纪人 她自己并没有觉得 自己有多大问题 其实 刚才那个片子里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说她要减肥的这个事 教练问她有多重要吗 她说五 旁边的经纪人立刻说十 对吧 我觉得其实很真实 就她内在并不觉得 这个是一个多大的事 她觉得自己挺健康的 但是外在的社会压力告诉她 你完了 你一定要减肥 其实我觉得 她还是处在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因为她的话 你看有一个愤怒 因为这个外在 对于女艺人的这个身材要求 从某种程度上说 还是不合理的 她如果这个时候 都不感到愤怒的话 说明她就麻木了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身材的问题 它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对 大家都很爱 不仅仅是演员这个行业 你看这身边的女性朋友 跟她聊减肥 我们马上就能找到共同缘 对 我们见面都是 你看 你瘦了 下次你焦虑吗 你会焦虑这个吗 我不太会焦虑 上镜 地地去去瘦好看 但是我第一个很爱吃 吃是我很快乐的地方 第二个我超级不喜欢运动 我唯一一个很喜欢的运动 叫仰卧不起坐 仰卧不起坐 对 对 对 所以我自己会问我自己 为了那个十斤肉 然后为了镜头上 好看那么一点点 别人好看 我要不要付出这个代理 对的 对的 衡量 我的主意是不要 但是同样面对身材的压力 演员这个角色 或者演员这个职业 会导致你在情绪方面 你很多时候就不能这么 直接了当地发出去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身材方面 其实女艺人在各方面承受的 都会更多一些更苛刻 从三十岁那年开始呢 我一直在被替换掉 几个戏就是可能都是都在过合同了 突然之间人家就不用你了 就不想用你了 入行开始就一直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演一个很好的戏给大家认可 但是到现在呢 就是很多人还是默认 我就是靠综艺火起来的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洗碗机可以洗 洗碗机 为什么现在洗碗机变成了我的事 当年那个真人秀 其实播得还挺好的 但是在那一年之后 我都没有接到戏 对 你觉得你是演员 你可以演任何的角色 可是导演会觉得 你可能已经三十了 就算你保演得再好 你也是没有办法 对 我觉得我这个职业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它不是说我可以一直有工作 我可以一直在巅峰的一个状态 我就是一直在起起伏伏的 我很有可能我今天在这里 就接受大家的采访 但是明天我可能就完全没有工作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职业 就是很多人都很焦虑 其实我也能够理解 因为我们的工作并不稳定 现在不是在播的那个戏 《亲爱的自己》吗 真的是特别特别拒绝这个角色 但真的就是说 我有太多想要表达的内容去了 我觉得这个角色完全就是 我放弃了看镜子 剩下所有的影子 去诠释一个角色 可是我还是比较介意的 你演完这个妈妈之后 我其实还挺害怕的 对 不得不去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特别现实的 就是被选择的这个问题 就是你给观众印象深刻了 你演了一个妈妈 你就不能再去演别的角色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行业里面 特别伤到我的一件事情 像我现在就是也演不了 就是16岁的小女生 我也不想 已经让自己挤进那个 小花的那个圈子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就是何必要为难自己呢 而且我已经30岁了 就是自己发胖各方面的 就是我也不是仙女对吧 而且我已经30岁了 我也是想20几岁就结婚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 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我们怎么办呢 我能怎么办呢 我刚刚看了这段短片 我真的感触还是颇多的 如果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演员 你没戏拍 你就没工作 你知道我上次在云南 跟她在车上说我们在聊 她就跟我说 她说佳琪我好羡慕你 我说怎么了 她说你有一个这么热爱的职业 我说你也不是很好吗 大家都很喜欢你 她就很担心她的 后面的职业规划 她说我到底要干什么 你帮我想想办法 就是她身上的担忧 是很多演员圈的担忧 比如说我也会遇到 跟金子一样的问题 就比如说她说 她在最新的一个作品里 演了个妈妈 所以她后面好像 经纪人就跟她说 你可能就只能接的角色 会比较局限了 她只是演了一个妈妈 我就是一个妈妈 对吧 对 但是我是觉得说 OK你的选择面也许少了 不代表你不会选择到金的东西 也不见得你就没有选择了 对 选择绝对数其实还是在 只是它的领域可能变化了 对 我们人很多负面情绪 其实是来自于一种 叫灾难化的思维 只要看到一个坏事 就会你把它无限扩大 就是好像我过了30了 我肯定就完蛋了 我这么胖我就完蛋了 我演了妈妈的角色 以后就完蛋了 但其实不是 以后路其实会越走越宽 或者至少是你有 其他的路径可以走 但我们人类的话 习惯于一种灾难型思维 但是当你有这种 灾难式的思维的时候 你的焦虑是增加的 那这个时候年龄 性别 等等这些要素 都会成为你焦虑的源泉 对 我觉得刚刚有说到一个点 我觉得也是现在 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30岁了 我还可以做什么 它有一个很大的焦虑 是这个焦虑 女生更敏感一点 就是有一些女生 年纪越大会越焦虑 但是我其实烦了 我是年纪越大越轻松 我最焦虑的时候 就是我刚出道的时候 好多人给我意见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要听谁的 谁才是对 我那个时候活得非常不自己 我根本就不敢 活出真实的自己 没有资格 那个是我最憋最憋的时候 但是到越来越大 越来越有经验 然后我越来越发现 其实我是越做越轻松 我越知道怎么做自己了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 谁才是真正有情绪 自由表达的状态的 到最后你就会发现 是实力 你越来越有实力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实力的那个人 才是更能自由表达情绪的 我特别同意 就是只要你的能力 可以发挥到巨大 就是其实你会发现 你的能量是超大的 天猫搜索贺利尔斯 超值李赠等你来 感谢贺利尔斯亲情励志 上微博搜索 他有情绪又怎样 话题词 看节目嘉宾分享情绪 就因为减肥的问题 和男朋友一个月吵架 八次到底谁错了 我173 170斤 跟男朋友谈了一年半了 我们总是因为 体重的事情吵架 一个男人不介意胖 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但身材真的就是我的痛楚 我很难坚持减肥 他疫情呢 我就会想到 之前因为身材 遭遇的不公平待遇 直接崩溃发脾气吵架 他最近说 四个月减不到130斤 就分手 我答应了 你为什么要答应这件事呢 就直接答应说 好 那就直接分手就好了 我觉得你自信 你自信你就是一种美 你内心善良就是一种美 你不要不自信 你还能找到 下一个更好的男人 对你好 我们可以是胖胖的女生 我们也可以是很瘦的女生 我们也可以是微胖的 或者是微瘦的女生 都可以 每个女生都是有 拥有美的权利 跟每个女生都拥有 被值得尊重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会觉得 只要你的体重 不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以及你的行动 以及你的工作 无论你多少斤 都是应该值得被爱的 体重其实是很多女生的问题 就是大家会觉得 一方面觉得瘦才美 这样的审美 我觉得首先是很片面的 什么样的女生都很美 什么样体重的人 都有她自信和美丽的权利 既然你答应了 那就去做到她 你会发现 这个身材 其实恰恰是你心底 最疼痛的地方 所以你才不允许 别人来碰触 既然你答应了 那就努力去做一把吧 这个过程 其实不是为了挽回男朋友 跟男朋友一点都没有关系 而是你重新真实地面对自己 改变自己 走出第一步 赫利尔斯安平家族 关注情绪力量 肌肤勇敢发光 本节目由赫利尔斯独家冠名 一起去见情绪里的光 本节目由新事项 芒果TV大忙计划 联合推出 我们看看它下面的分享 以前我遇到这些不公平 我还是挺生气的 我之前就会把那些 愤怒的情绪 就憋成了一个手术的疤痕 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胸口上 就很多人会觉得 女人不仅仅是需要身材管理 情绪也需要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对 我是完全不认同这个观点的 因为你不是公众人物 你怎么说都可以 大家都是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 公众人物的压力有多大 谁会真的想知道 你到底怎么了 没有人会花那么多的时间 去了解一个人的 就是你发脾气 就会被人当成小丑看 就是你当小丑 还想博取别人的认同吗 就以前我上来脾气的时候 我会立刻地撒出去的那种 但是现在我发泄愤怒 和所有负面情绪的方式 就是自己去开车 去飘移 去疯狂地踩油门 哇哦好厉害啊 这么厉害啊 我打我就让你过来 怎么你继续忙了 忙啊忙飞了 很开心 太帅了这 我这人有一个特别重的 一个乌托邦情变 就是有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能够留住一些记忆 朋友啊 朋友啊等等这些 我是看你抖音长大的 龙共才做两年 你还一岁半对吗 你知道我怎么认识的你吗 我之前在剧组拍一个戏 然后特别累的时候 我就翻到了你的账号 就是因为你的视频 我开始喜欢上车 太让我解压了 是吗 对 我看你练车 我看过很多次 驾驶这件事吧 你是没有天赋的 对 我是没有天赋的 对 但是那劲儿一上来了以后 就让我就感觉有点害怕 真的 比如说一个动作 你做不出来 一个动作你做不出来 你跟那儿就一遍一遍一遍 然后眼神也直了 我不说话了 但是你知道那精神上 其实是放松的 我明白 因为这相对来说 是一件简单的事 它有答案 它很简单 我就只要我努力 我就一定会做好 明白 就我印象特别深 你记得咱们俩之前 就是聊过吗 说为什么会开始喜欢上车 你就说当你开始对 人或者一些东西 开始失望的时候 你就开始对物件产生兴趣 对 然后我就觉得 你用了多少力在这上面 它就会给你展现多少的 对 你们之间的交流 都是没有隔阂 对 就很直接 会有回馈的 30岁以后 不是每一种情绪 都需要大声对世界解释的 现在我意识到 其实就是要独立地去面对 所有的事情 你只能学着和他们相处 和愤怒 还有所有的负面情绪相处 去审视 去思考之后 才能够解开所有的答案 我太爽了 这还可以 我可以到后边去 年纪录 是 切断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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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李佳琪本人来说 我也有愤怒 我也有一段时间是你知道 我真的有的时候被气到 就是就被伤到 已经整个冲进厕所 跟我同事发信息的时候 我说我要开始说话了 我要发微博了 我想怼回去了 我说凭什么这样说 我和我做的事情明明不是这样 为什么他们要带这样的节奏 但是我同事跟我分享了 很多很多东西之后 那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让我自己排解 我不跟你直面杠 那我可以 我把我的愤怒转化成我的动力 我要把我这个事情做到最好 我要把另外一件事情 拿出来之后可以让你看 李佳琪就是很厉害 对 你只要把这个情绪 掌握好了之后 我觉得原来我愤怒的情绪 会让我变得更优秀 其实那些可能的压力支援 也可能恰恰是 我们人生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是觉得 这个认知改变 我觉得很重要的 其实愤怒有的时候常常是表象 它背后其实有很多的信息在里面 有的时候是害怕自己不被别人接受 有的是害怕我发了以后 可能会失去你这个朋友 你不够爱我 所以其实这种负面的情绪 很重要的是去了解它的信息 你会更好地看到 我这个愤怒的情绪 背后到底是什么 你越能清晰地了解自己 你就越能好地去处理 这些愤怒的情绪 必须要跟自己对话 所以关注自己 你想要的是什么 以及你能够做到什么 我觉得女生很多的负能量情绪 是不能被忽视的 对 我倒是觉得 这个不一定是男生女生 女生肯定是这样子 男生肯定会有 但男生也会有 对 相比较而言 你会发现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女性其实是被看作 是可以自由表达情绪的 我们女的想哭就哭 想闹就闹 你男的就不能这么做吧 但是反过来 是不是我们女性表达情绪 这么自由 就说明我们很心里很舒坦呢 也不见得 因为女性任何表达情绪 我们都会觉得你情绪化 你背后的问题 我不太在乎的 我觉得你发脾气嘛 你就哭哭嘛 你就爱哭嘛 哭哭就好了 但一个男性 如果情绪表达很愤怒和那个 我们会去重视 你背后到底是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会把情绪 跟女性搭得更紧 所以女性会被鼓励 去情绪表达 而男性会被压抑情绪表达 所以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 其实对男性来讲 有的时候好不公平 对 其实男性跟女性 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了 所以导演要做第二季 就担任旁的他 他有情绪又怎样 又又怎样 的确是这样的 谁有情绪又怎样 又怎样 请感谢亲子跟我们分享 他所有的情绪故事 是 就有很多的部分是 他也是在 就是跟我们掏心说的很多 因为别人可能不能分享 这种事情出来 非常感谢亲子 谢谢 然后呢 我们也要就是 辛苦我们的沈老师 去跟我们的亲子 再次去聊一聊 好 跟亲子聊聊看 他到底怎么能够跟情绪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 带上我们的问候 好 我是复旦大学 做社会学研究的 沈亿飞 沈老师 所以你那个姓氏性 同天看 看 对 设置组还专门 做了很多不同的人 会对你的不同的攻击 我们总共有六张 他们希望你来拍拍戏 我也觉得很好奇 导演说表演没有逻辑 情感也不在人物里面 干什么来了 网友呢 说想混买通告 买热搜采别人 爱人呢 就会说 女人就是要家庭为主 事业不重要 然后呢 路人就说了 比如说批评 你说出上过中意 是过年还干过什么 经纪人呢 演员就应该控制体重 造型百达 不然做演员干什么 对吧 然后还有家人说 哎呀 这个三十多岁不结婚 等什么嫁不出去了 你能不能排个序 觉得哪一个是 让你最不舒服的 这很简单的 我跟你讲 这个是让我最不舒服的 路人 对 他否定了我所有的努力 所以你会觉得 这个东西是否定你的努力的 可是没有 他首先 他承认你的中意才能 你不觉得这个是 很多人没有的吗 对 这个角度是我这些 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是不是 对对 他并不在否定你 我觉得 我的付出 没有得到肯定 并不是说在否定我 我觉得我在拍戏方面 就是付出努力 是我到现在为止 是最多最大的 并不想通过自己的综艺 这些东西 去让大家去熟悉我 认识我 你想要的那一块 还没有拿到 我是觉得自己的努力 没有被看到 就是没有被认可 就是你看我那一年 就是客战播得 还不错的时候 我后面一年 我没有接到戏 导演可能觉得 你太过于综艺了 所以你会很担心 再有这个情况出现 因为我这个职业 它就是被选择的 我是有一顿 没有下一顿的人 当有钱进来的时候 我才有一种安全感 就是你会发现 你之所以这么努力 其实就是因为 你安全感不足 因为我就是一个 没有安全 我从小就没有安全感 安全感是来自于 原生家庭 对 也来自于你的经历 对 但你靠自己个人 很难走出安全感 金钱不能帮助你 走出安全感 它是通过你身边 人的链接并不一定是恋人 有的时候是朋友 就如果你可以在某个人面前 能让你情绪非常自由地 能发出来 你可以肆无忌惮地 对它发脾气 而根本不用担心 它爱不爱你 如果你能找到 这样的一个搭档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安全感就会补起来 而且你的整个人生状态 就会往前走 如果你更有这种信心感 你的情绪可能就表达 就更加地可以直接一点 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工作 接着很值得 就是学会了一点 就告诉我 我说情绪是 我不应该收得太多 应该还是要发泄出来 可以帮助我 就是获取很多的安全感 我真的就是那一种 朋友圈里的烂好人 不会生气 不会发脾气 尽量都顺着大家的意思 不是没有脾气 只是我习惯大家和和气气 所有负面情绪都自己咽下去 但是前一段时间 和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 因为一个他们经常 开在我身上的玩笑 我第一次摔了筷子 拎包走人 结果回家后发现 他们把我移出了群聊 挺后悔的 难道我得一直做一个老好人吗 人与人的相处 是可以非常非常地亲近 但是还是要有底线 无论你是跟朋友 还是也好和家人也好 我就可以把自己的底线 先告诉对方 然后有底线的相处 我觉得朋友这么说 他也是完全没有在乎你的感受 不要总是觉得 开开玩笑什么的 你也不在意 不生气 就可以一直说 我觉得其实挺伤人的一件事 其实别人每说一次 你胖什么之后 自己都会难过 但是也没有办法 这位朋友 我其实很理解你当时的那种愤怒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 把这个事情变得黑白两面化了 就好像你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爆发 要么就是做老好人 其实不是的 你还有第三种选择 就是在平时就正常地 而且带一点温和地 把你的情绪给表达出来 不是说你始终都迎合 始终都顺从 不发脾气 那个叫做好人 不是的 我觉得好人也有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暴露自己的缺点 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就是人际关系交往当中 还是要把真实的那一面 放心地交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朋友接受不了 说明你们可能也不那么和谐 未来相处也会出问题 情侣也是一样 所以不怕暴露问题 就怕不发现问题 然后慢慢慢慢累积 那个大爆发 可能你自己都收拾不了